中国向公众开放互联网是1996年 我为什么这个年少成名 就是因为我上网早 我96年在中国只有29万网民的时候就上网了 所以纯粹只是狗屎运 70年代在刚才我描述的这些文学的断代传承里面 没有在90年代接上班 甚至已经被忽略了 但是他们等了一个好东西就是互联网 1998年的时候 匹兹蔡在网络上发表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然后深深的影响到了我 然后我觉得去学渔华王安逸 去学马尔科斯 杜拉斯这些都是男的 我终于出现了一个说 这个人很红 而且是我觉得我跟他差的不是很远的 然后我就开始模仿皮子菜 也就是说这帮70年代的人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因为上网 得到了写作的权利 并且得到了成名的机会 我们第一代的所谓网络作家 是整整齐齐的七零后 我宁财神 刑玉森 安逸宝贝 我们几乎是前后年龄误差 在一两岁之内 整整齐齐的七五年出生的人 我跟财神是同岁 安逸差不多 所以七零年代的人 掀起了二十一世纪文学 过去的文学的狂热 几乎在学者圈里面 并不这么认为 可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过去的十年和八十年代是灰映的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九十年代是底儿 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 都是文学的高峰 文学的狂热期 二十一世纪的文学 过去的十年狂热 第一弹就是网络文学 就是七零后的一个革命 通过互联网 自由自在地写作自己的生活 大部分是网络文学早期 就是一小一大 小就是小资 开始安逸宝贝最早开始写 宜家家居 写星巴克 写王家卫 这是一个生活方式 小资 第二个就是 就是一大 就是大化 周星驰开创 就包括这个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解构 经典 是另外一个主力 所以网络文学的主线就是 女的要小资 男的要反叛 一小一大两个 那么这个文学浪常呢 从出版的角度来讲 是2000年到2001年 那第一次亲密接触大概卖150万 告别维安 第一年可能就卖五六十万吧 甚至连我的那个拼拼凑色的书 在2000年的时候都能卖十几万本吧 所以前两年是70后在玩 我玩网络文学 到 03年的时候 你们的这个师哥 郭敬明出世 航空出世 叫这个独木不成林 其实他的战友很早就出道了 韩寒在98年 韩寒在99年的时候 应该我们是一起出道了 韩寒在99年的时候就很成名了 因为他是得的 是不是98年就有新概念作文大赛 那应该98年就得奖了 99年就成名了 就出书了 但那个时候 没有人把韩寒当成一个流派 然后韩寒孤独地等了 99年 等了四年 才终于等来了他的亲密战友 这个 这个一生的朋友和敌人 就是郭敬明老师 所以这个时候呢 包括同时出现了 稍微晚半年出现了张月然 有了这三个人之后 这个部队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一个80后 这个真正打出了80后的声望 就成为一个有编制的一个部队了 就像有了匹兹菜 一定还得有安妮宝贝 有宁财神 得有一堆人才能掀起一个革命 所以2000年到2001年 我们70后玩过了之后呢 在03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韩老师和郭老师 这个会合 然后呢 当时顶峰的时候 我觉得有 有四五十个成群阶队 新概念去搞笔会 那整整齐齐的 那就是一个门派 他们建立了这个80后 70后解决了 20岁的人阅读的问题 就70后开始写东西的时候 比如我们是97年 我们实际上就是98年左右 我们自己是23岁 我们的读者跟我们差不多 大学生20岁 解决了20岁到25岁的阅读问题 那韩寒和郭敬明 解决了15到20岁的人阅读问题 那个时候的高中生 迷男的看韩寒 女的看郭敬明 因为它是文字风格 文字风格一个是 就是这种 另外一个是 这个忧伤唯美的风格 这在03年04年 是非常清晰的文化现象 那我刚才说 说这大学生有偶像了 蔡志恒 安妮宝贝 这高中生也有偶像了 所以事还没完 就是到05年的时候 初中生也要建队伍了 就是那个11到15岁之间的 小姑娘们 因为过去呢 有一个东西是给他们看的 就是琼瑶 可是 也就是这个时候是情窦初开 是 而且人发育越来越早 就是到90后的时候 11到14岁 那是懂得非常多的了 这个时候 他们为什么不看琼瑶 我请教一下你 他们为什么不看琼瑶 是啊 琼瑶过时了 爱情小说是所有类型小说里面 最最 最最 有规律的 因为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来到一本小说里 就是为了谈恋爱的 以至于何林的 加拿大的何林 是一个出版品牌了 他所有的男主人公和女主公 一定是在这个书的第三分之一的地方上传的 但爱情小说 人是要和时间赛跑 在本质不变的时候 他的形式要变 琼瑶为什么落伍了 为什么被淘汰了 是因为他的故事逻辑 跑输给时间了 其实爱情小说 让两个人相爱是很容易的 让两个人分手是难的 因为爱情小说 大部分都要解决 让观众掉眼泪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得分 那琼瑶对待 对待分手的逻辑是说 他有两个 法宝 第一个法宝就是爹妈不同意 门不当户不对 两大家族 但这个事因为在 21世纪是不存在的 经常父母说 只要别带回来孩子 其他都好商量 随便 尤其是十七八岁的男生说 只要别带 别往黑家抱孙子 其他的事情你随便 琼瑶的第二个逻辑是说 人出国了 远渡成阳 不管是浩瀚的太平洋 还是一样浩瀚的大西洋 总之人出国了 音讯全无 但在21世纪 出国了 还能坐飞机 尤其是还能在网上玩视频 所以这事也行不通了 琼瑶的作品 就被淘汰了 那 我刚才是说到哪 说到扯到琼瑶 是说到这个 韩寒 郭敬明解决了高中生的阅读问题 这初中生要谈恋爱 琼瑶又不能满足他们 怎么办呢 2005年的时候 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引进到中国 我当时研究了很久 我说我真看不懂 里面都是符号 就很多不合逻辑的符号 这个书呢 叫那小子真帅 你们有人看过吗 看过那小子真帅的 表明你们很年轻 举下手 你们不是号称是文学系的吗 只有一两个人看过那小子真帅 韩国的可爱陶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流派 我称之为小鸡文学 小鸡文学在欧美呢 是指的 实际上是 基本上年龄要大一些 是大学生 那个小白领 叽叽喳喳的 像小鸡一样 但是中国的孩子 因为从小喝三禄 从小喝补品 就是他本身是为了高考 但他身体发育 也因此更早了 所以呢 这个 所以就是 谈恋爱也提早了 可爱陶 这个那小子真帅 大概在中国卖四百万本 所以呢 我们我发现了这个市场 然后我们赶紧去 同时呢 明小夕 饶雪曼 大概都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 开始 活起来 所以我们在 零六年的时候 我们出版了 一个作者叫 郭妮 他的书叫 《天使记》二十三号 《麻雀药革命》 所以你看过 郭妮吗 我看你在点头 你看过郭妮吗 这是零五零六年 也就是说 你看 零一 两千年零一年 是七零后在玩 然后这个零三零四是 实际上是八零后在玩 零五零六年的时候 是九零后 他的作者不是九零后 但是他的读者 是标准的九零后 是当时上初中的 三次年龄革命 是出版业的机会 也是整个文化的 一个补课 因为从传统上来讲 中国作协 是分 就是 就是作家部和 儿童作家部的 也就是三十以上的人 他是管的 十岁以下的是 是他管的 但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这个teenagers 在长期里就被忽略了 比如九十年代 有什么十六岁的花季 或者那时候出现玉秀 都会认为是个案 没有从整个的产业里面来看 说我们过去 从十岁到三十岁 他们既不是小孩 也不是大人 但他们被忽略掉了 所以给新生代的写作者们 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的空间 留下了三次机会 第一次亲密结束 才一百多万本 幻城和三重门 都是两百万本 就第一年就能买两百万 但到郭妮和可爱陶 他们第一年都是卖四百万本 三次年龄的革命 把市场补齐了 甚至是把整个文化的 这个中间的一个空隙 给补齐了 这是前三次是关于年龄的 到这个时候为止 已经 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的 所有的孩子都找到了自己的妈 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偶像了 但过去十年 其实有五次文学革命 我刚才讲了前三次年龄革命 第四次呢 类型革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化上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类型革命 就是出现了几本书 大家都知道书 但它的作者没有那么有名 甚至它的作者再写书也没那么有名 这里面有一个叫明朝那些事 其实它是小说 当年明月有一次跟我聊天 他说 他们都把我当成写历史的 其实他们都被骗了 因为我在写小说 它是一个fiction 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好看 比百家小谈里的书更好看 就是因为它在拿小说的方式去写 这是一个书 还有一个叫鬼吹灯 以及盗墓笔记 是恐怖的 还有一个叫杜拉拉生殖记 是写职场的 还有一个叫藏地密码 总共卖一千万本的藏地密码 这几本书 就是类型革命 类型文学 始终是全世界畅销出的主流 哈利波特也是类型文学 达芬基密码也是类型文学 把那些以前过时的东西 过时的东西 武侠这个东西过时了 因为武侠被金庸和古龙给写绝了 但武侠它有一个限制 是说人跟人打 所以金庸和古龙 古龙这个写到后来 他没法再写了 因为他人的想象力 人跟人打 他要讲究一个力学基础 所以他最多能写到降龙十八掌 那后来武侠小说没落之后 为什么出现了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 不要行 我们不要人跟人打了 我们不要去遵循 这个牛顿力学的定理了 我们人跟野兽打 所以一旦是人类和兽类打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的那种 那种稀奇古怪的战法 想象力一下就打开了 但本质上来讲 玄幻小说就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变种 我不是说琼瑶不行了吗 那后来就人 就是把言情小说升级版到穿业小说 所以这是文学的第四次革命 就是这个类型化 类型化 类型文学的目前的研究 是非常薄弱的 你们做文艺青年 已经是很不幸的事情了 因为你们没有赶上好时候 但如果你们还在写那些 不知所云的那个文艺腔 而没有回到类型文学的 这个历史的潮流上来的话 你们就没有办法靠写作养活自己 这是第四次革命 叫类型文学的革命 类型文学是我们出版商的 这个视线所关注的地方 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那第五个呢 就是国际化的革命 国际化的革命 中国92年加入博尔尼版权公约 然后所以80年代什么书都能出 从92年到以后 很长时间里 就是你不能随便出书了 百年孤独你要找版权了 但是到了到05年以后 不管是这个达芬奇密码 还是东野龟吾还是这个哈利波特 追风筝的人 就是中国的这个出版和国际是同步的 也培养了很多好的读者 也就是说过去十年 我们经历了70后的网络文学 80后 少女文学 类型文学和 就是世界同步 完成了整个的圈地运动 整个的文学出版和文学市场 是非常蓬勃的 这是第三大段话 第四个问题就是 我要自问自问 文学是什么 从我的意见来讲 文学是讲故事的艺术 文学是讲故事的艺术 我们 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基本的东西上 就是文学到底有没有用 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必然会被淘汰的 文学即人学 就是没有本质 没有意义 自己写 这些都是 对于出版上来讲 都是非常荒谬的 一个消费者 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你必须有一个东西 是跟别人交换劳动 马克思讲 价值 劳动创造价值 你要跟别人交换劳动 你才 你才有钱 一个消费者 不会为他 没有用的东西 去付钱的 消费者对什么感兴趣呢 我刚才讲 为什么哈利波特 为什么是达芬奇密码 为什么是鬼吹灯 明朝那些事 因为这些东西 讲了一个 他在生活里 不能实现的那些东西 关于故事 我推荐大家一本书 对我影响非常大的 是一个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 那个书名就叫故事 副书名叫 叫材质 材质结构于序幕学原理 我称之为说 这本书对于什么是故事 进行了一个科学的解析 和一个数学的证明 我自己在 在我们办公室 因为我们也经常讨论 说小说是什么 因为我刚才的定义是把 讲故事的艺术 它核心在故事上面 故事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故事呢 是能够证明 或者说能够解释 为什么我特那么强调 一个好的故事 一个好的故事 是小说的关键 甚至是小说唯一重要的东西